朋友们113年的11月4号 今天又来到了西头的北岭 刚好还有一点点的时间 所以我就趁这个时间再来做一下超慢跑 刚刚我不小心按到了我这个遥控器 所以10分钟的时间刚刚被我断掉了 没关系重新再跑一下 跑多久算多久 我们就来180超慢跑 我这里刚刚跑了10分钟 这里剩20分钟 我就加减来跑 加减来跑 我刚吃饱饭 喝茶叶 喝一下茶叶 就来开始跑了 礼拜六礼拜天 来勒 OK开始了 超慢跑 超慢跑 超慢跑它就是抬头挺胸 还有脚尖先着地 再来脚跟跟着着地 所以旁边呢就是肩膀内就是保持弯曲 不要直直 这样起来的话你接到下面去的那个触及力比较不会这么的大 所以对那个膝盖呢比较不会有所伤 所以起来的话就是非常的轻松 非常的轻松 还有呢这个180是拍的速率呢其实是跑起来最最轻松的 有些人说100%太快了我跑150的 你可以跑过180完了再跑150你就觉得哇 现在跑150有点累 如果一开始像我在这边很凉 现在大概在16-7度吧 如果太凉了你一开始跑的时候 它要跑很久才会热起来 你可以这样 你可以很快 很快 很快很快很快 你刚跑个10秒钟跑个20秒钟 就是往上来选 很强度的间歇性的往上 完了以后再回来跑180拍 这样起来的话你的身体热度就会比较快 就跑上来 比较不会说我在这边跑 跑得有点冷了有点冷 当然在家就不会了 但是在这边的话它就是会 就是几乎蛮凉的 所以跑起来的话要跑久一点 它才会身体热起来 那你干脆就是你行有余力的时候 就这样跑快点跑快点 跑快点 完了以后再跑180拍的速率 就这样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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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属于低强度 但是你如果跑久了的话 它也会产生很大的效果 一个礼拜大概跑超过120分钟 或150分钟 每一次大概不管5分 15分钟 30分钟 起来跑 一天 一个礼拜给它跑 3 4次 这样起来的话 你的那个状况 就会改善 改善很多 因为我们同行的山友的话 一个礼拜跑了好几次 他的一些山高还有一些什么 他现在状况都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 我的建议是 有空就跑一下 有空就跑一下 有空跑一下 这样子是非常 对自己的身体非常有帮助的 我刚才说 就是我们这种年纪的话 到了接龄退休的年纪的话 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的状况 照顾好 让自己有办法生活治理 一直到60岁70岁80岁90岁 如果说你都有办法治理的话 这对小朋友来讲 我们的下一代来讲的话 是最最最最好的一个状况 为什么 因为你留了很多钱给小朋友 好感 就是说 哎呦 我现在留了这么多钱 让你我吃老的时候不走 你要给我照顾照顾 我跟你讲 男工久兵无效值 说真的 真的是这样 因为我们一直来一直留下来 他如果孤儿子的时候 他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他会渐渐的脱离照顾的时候 可是老年人的学习 你一直照顾 一直照顾 他会越来越没得到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 如果心有余力 自己的话 把自己照顾好 就是让自己可以打理自己 治理那个生活起来的话 这对小朋友 还有对自己的话 都是会最好的帮助 如果小朋友没有办法配合的话 你会说我古早的时候 你把你拎 你这时候怎么办 我看 这对你来说 说真的也是一项非常非常大的负担 而且相对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 也是一项非常不好的折磨 我感觉是这样 所以尽可能趁着自己可以把现在 还可以把那个生活步骤 还是说饮食 各方面的学习 把自己的身体调到最好的状况 当然是每一个人没的状况不同 那你如果按照自己的方式 就调整到自己最佳的状况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以后来讲的话 是最最最最好的一个选择 有的选择当然是最好了 对不对 也不是说用钱就可以去换健康 不是真的 没有办法用钱去换健康 所以我们就是运动 饮食还有心境 我觉得心境也是非常重要 把心情放开 还有什么事情 往大处看往远处看 事情过了就算了 不要卡在心里 这样的话会非常非常不舒服 会把身体扛出病来 卡出病来 对呀 我个人现在是这样 心里面装不了东西 装不了东西 过了就好了 包括一样头脑会变比较差 会忘记 但是无所谓的 对呀 就尽可能的 对呀 不要放弃学习 有什么东西 你觉得想要去学习的 就去学习 学唱歌 学音乐 还有学什么 学催口琴 学英文 学日文 学什么 通通都可以 对 如果说想要出去玩 就尽可能的去玩 对 别的地方可以省一些些 但是就是去完成自己以前没有时间去完成的事情 哎呀太棒了 你看在这个地方 这么的不大 这么的棒 上面好像天气又好一点点了 下出来外面眼睛非常的怕光很怕光 所以呢 呃 太阳眼镜的话 比较要常常戴黑 就是那个光 可以对那个眼睛似乎 对呀 有点 有点障碍 一二一二 一二一二 刚刚有一个陆港来的那个哥哥啊 记得他好像82岁吧 还是83岁 今年 每个礼拜走这个北里走五天 才刚刚过去了 走五天 你想想看 82岁83岁了 去年可能是82 今年可能83了 实在是哈 那个是我的偶像 偶像 也是英雄 如果说我们现在六十几岁 一直走一直走 可以走到八十几岁 可以这样的话 哇 那个实在太好了 真的非常有福报 而且也不用花费太多钱 太好了太好了 而且他自己这样子打理他 一个礼拜来五天 对不对 家人啊 各方面也都是非常放心 而且他体能这么的好 对呀 所以呢 自己的身体 只能够自己照顾 只能够自己照顾 一二一二 一二一二 现在这里很冷 很冷 很凉 如果要跑到热起来 说真的是 对呀 有点困难 诶 你好 有点困难 每个礼拜都看到你1212哦 哈哈 没有我好久没有1212了 有啦 刚次来有看到 好久好久 我最近好久没有1212 那这次好久了 还有一点时间 所以可以1212 你继续 哈哈哈哈哈 好几个礼拜没有在这边跑了 这个就是180拍 对 就是去网路抓一个来 而且不用网路 对 就是 其实不困难 说真的其实不困难 持续做这个运动 其实不困难 但是我是觉得 你坐在那里 像我这前几天比较不好 在那边做一句 也不是做一句 就看到一个不错的句 就在那边一直看一直看 后来几个小时就过了 真的 太浪费了 还是来这边 跑步 还是在家 没事的时候 跑步 这样也OK 还是 就是抓个耳机 你可以 比如说 听个音乐 或者是说 听个英语 这也很好 还是听个理财节目 我就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非常的好 真的在那边做一句 真的很可恶很可恶 时间都浪费掉了 呀呀呀呀 对啊 你看他们吃饱饭 在那边吹口琴了 对啊 健慧哥哥 他大我一轮 他也每个礼拜 上来了 好多吃 真的也很棒 在那边 还有时间的时候 他就在那边吹个口琴 等一下再下去 所以呢 生活是自己找的啦 看你们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生活 那你们就可以自己去安排 自己去安排 好 自己去安排 1 2 3 2 从最简单的开始 慢慢慢慢的 你每一天都持续 每一次都持续 起来的话 你就会觉得 这个不困难 非常的不困难 而且你如果做习惯了的话 没有做这件事 你就会觉得怪怪的 这样 就会变成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 简单的事情 持续做 就会变成一件 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事情 这个都我一直在讲 一直在讲 然后 还有呢 嗯 早餐呢 我都会自己煮 煮一天今天要吃的东西 哎呦 很多的客人呢 反应说 哎呀 你真的每天煮 我说对呀 没有错 因为我之前 有在一个 嘿嘿